现在请同学看第19章金融市场这一部分 首先我们先看前面 他说经济成长是国民所得长期持续增加的现象 这边再跟同学解释一下 经济成长如果从PPC取现 来看原先假设是这样 PPC生产可能线 经济成长就是这条线往外移动 可能这样移可能这样移 反正他只要往外移动那就是经济成长 我们如果把国内的GDP看成一个饼 这个饼变大了那也是经济成长 那我们上次有看到就是说变大以后 我们不但要把它变大而且要怎么样希望它是 技术水准固定资本存量等等 那这个劳动投入量就是跟他生产函数有关了 就是简单点简单点讲 我们讲生产函数是Q等于F K跟L 那通常这个增加或这个增加 我的产出就会增加 那这就是我们的国民所得 只要这个增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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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储蓄越多 那我的我的固定投资也会跟着增加 好我们看一下109页这边储蓄与投资 他说为了说明储蓄的概念 他想象成贾家庭一年的薪资所得为新台币 100万元 他说今年一年当中他的消费支出用了60万 那剩下40万 好那剩下这40万 他说如果我存放在银行 那就是银行的一个存款 那到年底的时候 那他会有利息收入等等 他说如果他不存入银行 他来买房子也可以 那他在国民所得里面 那这个房子就是固定的资本财 好底下他说回到第一种状况 假家庭把40万存到银行 那银行会把这笔钱带出给其他的家庭或企业 这里银行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叫金融中介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这一部分 好他说那银行带出40万的企业 如果用于买固定资本财 他说到最后还是储蓄会等于投资 那所以储蓄很重要 有储蓄那才有钱可以投资 好底下我们看书上这边所谈的 他国民所得的储蓄与投资 书上讲的有点复杂 那我只要同学看两个东西就可以了 一个是在110页 第二个市值 个人储蓄净额 那就是可支配所得 我们用在消费跟储蓄 这个在我们前面讲 可支配所得的时候 那个市值也是这样 在书上的 来43页 最后一个市值 DPI等于消费加储蓄 有没有 个人可支配所得 就是消费加个人储蓄金额 那这个就是个人储蓄 好那还有一个名词在111页 第五个市值 T减掉G 也就是政府税收减掉政府消费支出 那我们称为政府储蓄 好民间储蓄 加政府储蓄 我们就称为国民储蓄金额 底下那一行 有没有看到 好那同学知道 这两个名词就可以了 好112页 这里有一个图形 他这边讲的是储蓄 跟锚头投资之间的关系 另外一个还有进出口 那为什么会谈到进出口 也就是说 如果我的进出口 我们讲进出口 是X减掉M 这个是进出口 如果这个大于零 表示我出口比较多 进口比较少 出口比较多 那我赚到钱怎么办 我要换成台币 我要换成台币 那台币 如果我没有用到别的地方 没有用到消费 那这是用在储蓄 所以你会看到 那个进出口比较高的时候 那我的储蓄率 也会比较高 好 112页 几下讲到财政赤字 这个财政赤字是这样 我们刚才讲说 政府储蓄 政府的储蓄 就是我的税收 减掉我的支出 这是我的收入 这是我的支出 那这个就是政府储蓄 如果这个大于零 我们就讲预算是盈余的 预算盈余 等于零 那我们讲预算平衡 那小于零 我们讲预算赤字 跟这个有点类似 如果大于零 我们讲 出超 或者贸易盈余 等于零 贸易平衡 小于零 贸易赤字 那现在问题就是 政府赤字的时候 那赤字是什么 赤字就是 我的收入比较少 我的支出比较多 那所以它小于零 那当政府有赤字的时候 我的收入不够 可是我支出要这么多 那我要怎么去解决 好 第一个 盈余是不是一定好 答案是盈余不见得 就是好 那有人讲 那个叫财政的累赘 为什么叫财政的累赘 它的意思是说 你像企业 民间收了那么多税 然后放在国库里面 那有什么意义 那所以是盈余不见得是好 平衡是不是刚好 答案也是不一定 要看当时的经济情况 赤字是不是一定不好 不是 比如说去年政府没有钱 可是为了刺激经济 他借债去发消费券 为什么要刺激经济起来 我们后面讲到一些总体经济政策的时候 那会跟同学提到这些 所以哪一种是好哪一种是不好 我们不加以价值判断 那要看当时的经济情况是如何而定 好那问题就是当我有赤字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解决 好这里有三个解决的方法 第一个既然税不够 我就加税 我就征税 既然收入不够嘛 那我就提高税率 那现在问题就是提高税率 没有人敢讲 要征税没有人敢讲 比如说要提高健保费 杨志良署长说要下台 因为不可以 那健保就一个大漏洞在那边 那谁讲要加税就被人家骂 那民意代表更不敢讲 一讲就没有选票 那问题是要求政府支出的又越来越多 政府要做的又越来越多 好那所以它是方法之一 但是通常不太好做 第二个我就发行公债 公债是什么意思 我个人跟个人之间 或个人跟银行之间 那个叫私债 那是私人之间的借贷关系 公债是政府跟老百姓 或跟企业借钱 就我发行公债 那公债通常是这样 它不会很短期的 短期的也有六年 比如说我这一年发行 跟大家借钱 看有没有人要买 然后二十年后 那其中每一年呢 你就领固定的利息 到二十年以后 我的本金跟利息一并还给你 好那万一政府没有钱 它可以利用发行公债的方式来筹措钱 但是公债也有人批评 批评什么意思 他说你现在借钱花在这一代 这一代的身上 二十年后你要还的时候 哪来的钱 那你是不是要跟那一代人去征税 加税 所以也有人讲说 你是把这一代人的快乐 建筑在下一代的痛苦上 这样讲当然不见得是正确的 比如说我干高速公路 它是可以回收的 它是有收入的 到时候它是可以还钱的 不一定要再征税才可以 那简而言之就是第二个 就是发行公债 第三个方法 我既然钱不够 我就印钞票 没有钱吗 那要钱怎么办 就印钞票 那当然这个方法 很容易引起所谓的物价膨胀 一些比较不良的后果 那不过至少政府赤字的时候 那有这三个方法可以解决 好 这是大概财政赤字的时候 那我们会用这三个部分 来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 好 我们看113页 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 好 我们看113页 就是金融机构与资本市场第二段 台湾的金融市场上 有各式各样的机构 其中以银行最重要 那银行提供金融中介的服务 那意思也就是说 银行 这是银行 那有一些企业或个人 他的储蓄 他会存到银行里面去 那有一些企业家等等 他如果要投资的话 那他去跟银行借 所以他扮演一个金融中介的意思 你有钱的人存到银行 那要钱的人跟银行借 那这个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银行不发达 银行体系不发达 我要借钱 没有这些 我要存钱我也没得存 那去年年底跟大陆那边签订金融备忘录就是希望我们的银行可以到他们那边去开办 那他们的银行可以到我们这边来 那加强两边金融方面的一些交流 那这是金融中介 所以这边讲银行收售存款 然后再贷放给厂商或消费者 那银行将家庭的存款贷放给厂商 厂商可以购买机器等等 以便来投资 底下银行也可以贷放给消费者 那消费者跟银行贷最多的大概就是房贷比较多了 那消费者自银行取得贷款 那通常是用来购买房子或出国进修等等 那所以你需要钱就跟银行借 那你要存款也就存到银行那边去 那所以银行扮演一个金融中介的角色 113页 最后三行 这边要跟同学解释一个东西 他金融中介撮合了介入者与代出者 那在现代经济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没有金融中介机构存在 厂商必须向亲朋好友借钱 他如果投资的资金庞大 那你要借到的机会就不太大了 他如果没有银行存在 那厂商 就是他即使他有一些什么计划 那他也没有办法可以来投资 那这边要提到的就是说 那厂商如果他要需要用钱的时候 那他有什么方法可以跟可以用可以筹筹到钱 第一个分为直接金融跟间接金融 那直接金融里面包括两个 第一个我自有资金 我自己有钱 那我不需要跟人家接 第一个自有资金 第二个我要用钱 那我发行股票 或者是公司债 那这个是直接 比如说我发行股票 然后需要的人 想要投资的人来买我的股票 那或者是我发行公司债 就是公司来发行 那个债券 那这都是直接金融 就是没有透过银行 我直接投资者跟厂商之间直接的关系 那间接金融是什么 间接金融就是跟银行接 投资者跟资金来源的 它是银行 而不是直接 我直接跟投资者来拿钱 那间接金融是 我跟银行借钱 那有这几种方式 所以书上在114页这边有提到 直接取得资金的 这个管道称为直接金融 那反之 透过银行取得资金的方法 就称为间接金融 大致上是这样 好 那书上这边谈到台湾的金融体系 在115页这里 那我们先把几个名词 先把它定义起来 他说一般来讲 那台湾的金融体系 分为有组织跟无组织的 那我们先看有组织的 有组织的大致上有三类 一个是金融机构 一个是货币市场 一个是资本市场 好 我们先看这几个是什么意思 他货币市场是指的信用工具的交易市场 那交易商品包括的是 一年期以下的国库券 商业本票 银行成对汇票等等 主要就是 它的到期日是一年以下的 我们就称货币市场 那一年以上的 底下 它资本市场 包括股票市场跟债券市场 那分别以股票 以及到期日在一年以上的 政府在 政府公债 公司债 金融债券等等 我们来看一下 在115页这里 有组织的金融体系 有金融市场 有货币市场 有资本市场 好 我们从底下往上看 资本市场 它说就是证券交易所 证券柜台买卖中心 有时候简称为柜买中心 或者简写为OTC 好 有期货交易所等等 证券商 证券商有时候俗称耗子 耗子 或期货商 这是资本市场 好 再往上看 货币市场 就是票券金融公司 那书上这边讲 票券金融公司在1976年时候成立 原先只有三家 那后来开放到14家 好 我们再往上看 金融机构 那金融机构 这里又分为货币机构 跟其他金融机构 那其他金融机构 一个就是中华邮政公司的 除惠处 那还有一个信托公司 保险公司 这里为什么还要分货币 货币机构跟其他金融机构 主要就是货币机构 它可以借 可以贷 你可以跟他借钱 也可以 你可以存钱给他 那他也可以贷放出去 那其他金融机构 理论上只能做单方向的 比如说邮局只能存钱 不能跟他借钱 不过现在也有点转型了 这样讲是有点不太正确 邮局 以前我们只能存钱 你从来没有听说邮局可以借钱出来的 那现在邮局也有一些 他利用他的保护 你跟他保险 那也可以 也可以跟他贷款出来 那像保险公司 保险公司是 我缴保费 你缴了一定的额度以后 你可以跟保险公司借钱 可是你不能存钱存在保险公司 所以他只能做借或者是贷 他不能做借贷 两个都可以 不可以 他只能做其中的一个 所以我们这边还分其他金融机构 那邮局可以存钱 在台湾来讲好像没有什么 从小好像就希望你在邮局开户 然后把你的钱存在邮局 可是你到国外去 你跟他讲邮局可以存钱 他会傻眼 那哪些国家邮局可以存钱 讲难听一点 就是被日本占领过的国家 他们就可以 那其他的邮局只办有关邮局的事务 那所以这里 他其他金融机构 这边主要要讲的是 他只能借或者是贷 做单方向的 那货币机构就可以借 可以贷 好 那货币机构里面 为什么中央银行又独立出来 来请问同学 有没有人听说 他在中央银行开过户头的 有没有 没有了 如果有 那你再就是银行 所以中央银行的客户 他所面对的就是银行 就是银行 他的客户就是银行 不会是个人 那存款货币机构 包括的就比较多了 他说像本国银行 那国外在台湾开的分行 那中小企业银行 信用合作社 农会 旅会等等 那像这些都是可以借 可以贷的 底下有一些 无组织的金融体系 那这边无组织的就是 远期支票的借款 然后信用拆借 那其中一个跟之前 以前比较比较有关系 是民间的标会的部分 那这是台湾的整个金融体系 那因为它分为有组织跟无组织的 那所以这两个合起来 我们又称为金融双元性 在116页那里